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我朋友那边的 一颗加德利亚兰 然后我回来把它做一颗分盆的状况 因为它下面的材质已经坏掉了 所以它根系其实也都差不多死掉了 差不多了 你看这边根系都不行了 所以我把它拆开来 把它一盆拆成三盆 因为它有好挤录 但是这挤录都长得不是非常的好 那这个是蓝色的那个BOW什么那一颗 有一个那个原生种的品种蓝色的品种 那其实我有一颗红色品种长得不错 那这里呢我要先把它做处理 然后上板 其实我把它拆开来了以后 你看它那个下面的根系全部都出问题 因为它那个太久没有换了 所以你看它这个新芽都会死掉 有没有看到新芽都死掉 旧芽也会死掉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材质太久没有更换了 这种台质太久没有更换就会双化掉 那基本上呢有些人会甚至把这根捡到更少的状态 像我是不太会捡到这么少 我大概就会留到剩这样子 一点点的根系 然后呢下面就开始上水草 把水草放在底层 然后让它开始长根 因为这个季节是适合长根的状态 现在这个季节的温差比较大 所以长根的速度会加快许多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 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就是拆芽的时间有点晚 像这个是其他拆的 像这个 这只有两个 就是只有两个 因为它那一路只剩下两个而已 其他都死光了 对 非常的惨烈 那个材质太久没有改 太久没有动就会变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从根部开始烂起 你会发现那个状况 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像这个也是差不多只有两三芽 这个 你看这个 这是长在外层 就已经长到那个盆子的外面去了 那这个都只剩这个结晶 对不对 那结晶呢 就等它长新芽 像这个是一路 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它这边有一路 那就等它长新芽 然后它就会放根 那这个比较好用 这个就是直接把它贴到那个板子上去以后 等它做重新成长 基本上这种 插芽的行为很常见 那因为呢 它那个材质真的是烂 烂掉了 酸掉了 你可以说是酸化 所以你看这边的根系很多都死掉 这个黄黄的就是根系死掉 基本上这都是空的根 就是 其实都是死根 你摸起来它就是空空的 就表示这个根 里面没有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等它这个 这个上面这个根是活的 下面这个根是死掉 下面可以修紧掉 没有问题 有些人在拆完以后 会放干个一两天 让它收干 但是这个呢 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下面都是死根 所以拆起来 其实都是死根 基本上没有拆到活的地方 然后有些人会拆起来 一两天以后 再浇水 让它的伤口收干了以后 再浇水 那这个呢 要重新长回开花呢 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因为呢 它又要长新芽 那长新芽的时候 因为它不能光合作用 这时候它会消耗旧芽的养分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下一个芽变小 但是下下个芽就会拉大了 所以大概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才有可能再重新开花 刚才那一个枝条比较多的 可能就不需要这么久了 可能枝条越多 它能重复原的时间会越快 所以基本上呢 等一下就准备一些水草 放在它底层 绑上去就可以了 那一样全肝全丝的交法 全肝后交全丝 全丝后重新交全肝 当然也有用逼根的方式 就是放着让它长时间 不交水 让它一段时间不交水 以后再重新交水 这是逼根的方式 也有 市面上有蛮多的这种 把根部逼出来的方式 看 看环境 如果你有环境是很OK的 甚至是盛长的交水 它就会重新长根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拆牙后的结果 很可惜是那一盆盘还蛮大的 但是因为材质都没有换 所以它底部都不行了 那我把它拿回来做重新的上板的动作 这一系列的兰花很漂亮 而且蓝色的很漂亮 事实上我在市场上 还蛮常见 偶尔可以见 以前大概在 十几年前养过一次 后来得病死掉了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在喷药 所以你会发现很容易烂掉 很容易 从根部死掉 那现在有上板 有喷药以后 不太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是相对的状况稳定的 非常的多 好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啦 那下面呢 就是 铺水草 底层铺水草 绑上去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绑上去以后的状况 是怎么样 好 好 感谢观看